楊彥東 你知道幹嘛 你在問你話 學長 你們還在調查那個外籍嫌犯嗎 你怎麼會知道 第四名受害者 是外籍移工 以你們警方辦案的邏輯 不難推敲 不是她 四名女性受害者 無論年齡 職業 工作長約 甚至是生活全都沒有的執行 外籍移工有自己特有的無誇 生活 在異地工作的生活圈相對封閉 要一個移工能夠同時接觸 這四個不同生活圈的女性 非常難 即便她有意圖 也有方法能夠接近其中這三位 母語為中文的女性 很快的 也會因為語言的隔閡 很快產生排居現象 更別說 會跟被害者 有進一步獨處的空間 侦察不公開 沒有必要給你討論案件 想要找到兇手 就必須回到最根本的問題 什麼樣的人 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從新聞媒體上面描述 屍體表面 並沒有加工的外傷 以及寧願的傷痕 也因為沒有外傷及掙扎的痕跡 死者與兇手之間 並沒有發生爭執打鬥 兇手是在輕一下手的條件之下 殺害死者 並且進行分飾 願意聆聽被害者的內心聲音 懂得他們的煩惱 降低所有被害者的戒心 我問你 兇手的動機是什麼 兇手 兇手的動機 是想當懲罰者 或拯救者 兇手 懲罰者跟拯救者 這也差太多了吧 我認為 兇手是女性 兇手怎麼可能是女性 一口氣連續殺到四個女人 按照之前的辦案經驗 高達九人絕對是男性嗎 你所說的過往經驗 是從蘇本山的案例 上面得知的嗎 而一般冤案的發生 有高達七成五的機率 是由於前線的警察錯誤的辦案手法所造成 只靠過往的案例 來思考辦案 其實就是偷懶任警官 你根本不知道我們做多少努力 我也當過警察 我知道 絕大多數的警察 都是想著如何做到壞人 可時間久了 其中的少部分人 便開始想著 如何製造出犯人 如何製造出犯人 這到底有什麼目的 我可以幫你們破案 條件是 昌榮必須在方可前的案子上替我翻案 翻案 我告訴你 幫我們是受害者 不是強天翻 時間並不站在你們這邊 拖得越久 就會有越多的受害者出現 回去問問你隊長的意見 是 死者是不是都沒有下副波 既然你讀過教科書 你應該知道 如果兇手將死者的頭顱隱藏起來 通常代表著兇手不想讓人發現 死者的真實身份 你們警察查案考的是經驗跟線索 不是破壞 所以才會一錯再錯 你到底對我們警察有什麼不滿 破案才是重點 再一直搞錯重點 兇手就別抓了